《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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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打坐 有時間的玩意 還是有收穫 十分之二十會的做 我覺得這個 就算是沒有收穫 做不做 還是接持 接持也 將來都會有用的 其實那幾年 我也在一直接持打坐 單獨續續 堅持了十幾年吧 十幾年 你一直在做 經常沒事就做一做做 總會做 但是後來病院慢慢才開始做 再協助 但是你發現那些 你的財 也不一定你說財定力很深 但是做還是有幫助 能靜下來 然後將來你看經典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幫助 你能夠很深地靜下來 當然有些東西 比如可能是一些 比如我看金剛經會 比如說看到 無所住 就是說 不注射不思 不注射不思 不注射身香味觸法不思的時候 你創那之間 你就會感覺到 射身香味觸法六成嘛 你不是說 當他說這個的時候 你知道你出現的這件事 你的六根突然消失了 就是你的六根 就是在這兒突然沒了 就是眼耳鼻舌生也沒了 因為你只有這兒沒有 這兒就沒有 你就不會安住住在這兒 六成消失的時候 這兒也消失了 六根六成是同時 你會有一個境界 覺得就是沒有了 就是插那之間就像霧一樣 會有一些境界 但這個我覺得來自於產行 來自於你平時 這個境界就是來自於你一切的靜坐 傳心 傳定 就是你在看的時候 突然你會贈得一些東西 但這個境界不是真空的境界 並不是說 只是出現那個境界 幫助你去理解它這個經典 你馬上就會 你不會理解成 它創那子這樣的話 你就會理解 哦 我不注射 就是說 我十六根十六成 插就捨去 你就知道 哦 無所住 協議不死 是個境界 你就會 就是安住在真空的境界 然後去 只有安住在真空的那個位置上 然後去捨六根六成是消失的 無所住 就沒有可住的東西 它是不存在 它是泡沫還泡影 嗯 就說 捏捏回歸真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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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捏歸到真空 如果沒有就很雜亂 頭腦還是很雜亂的 頭腦還是很雜亂的 只要你著笑 頭腦的雜念一定還會有 我願意 你不可能不著笑 有時間就做一做 再加上念念絕招 其實就很快 我覺得 就是每天的起心動念 你就絕招 突然絕招到 你對這個東西動心了 或者是什麼 哦 你自己知道 哦 就是物欲的東西 你沒意 還在吸引你 哎 就是你的 你的 你已經有了 你還 你還怎麼樣 你就會覺得 哦 這個時候 我還在撥動 不要去給自己掛個 跟我說 彈琴尺脈一樣什麼 就覺得 你的心還在動 你並不是說 比如說你已經有個手機了 又出了個更漂亮的 咦 畫動兩下 你就覺得 有了就是你不是一種食用了 就是你的慣性吸氣 就是那種吸氣 人是 總是看見美麗的東西 或者喜歡的 他就晃動 那這就是絕招到 你就回來 無所謂對錯 都不要管他對錯 或者正的邪的 還是 還是怎麼樣 你就馬上把它回來 空掉 馬上把它回來 空掉 回來按住整 回來按住整 就行了 就是修定力嘛 其實絕招修定力很快 其實我也是這樣修的 就絕招 絕招 然後就在坐墊上 然後喬呼吸啊 修脈絡啊 就這樣 你只要堅持 就是效果慢慢就出現了 每天有時候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都不可以 坐墊上修 外頭絕招 然後很多很多 有些事和糾結 摸摸摸兩可很多 生命的時間很短的 不要把很多的事情 浪費在這些 讓你搞不清楚的這些 事情上折騰你的能量 跟生命 然後就是 先放在一邊或者什麼 不要想太多 就放在那兒 不管是自己的事 還是別人的事 不管是工作的事 還是情感等等 都是接班 沒有那麼複雜 沒有那麼複雜 如果複雜是 就很多裡邊 挺麻煩的 還有那麼多世界 搞那麼複雜的事 就是 休息人就是簡單 什麼事 說了 就這樣 簡單的生活 就這樣 隨緣做事 每一個善行 就是 其實未來 未來已經兩年 每一個未來 就是你們的修正 其實注重在 每一個起心動念 往正教 每一個起心動念 一起就是正的 而且是按佛的之戒在起 就是安住在佛的之戒上 還有 念念空回歸到空性一點來 念念 孟懷跑一方向 念念 包括絕獸 念念回歸到正空狀態 念念往回回 每一個善行也回來 每一個善行回來 然後 錯誤的觀念 錯誤的 不管是過去的 還是現在的錯誤的 念念空 念念空 只要一出現就空 然後把它校正 就這樣使用 每一個善行 每一個念 都要回歸到正空的境界 回歸到終點 起點也是終點 回歸到國位上來 因為每個人本來就是那樣 你本來就是正空的 念念回歸 念念回歸 把善行回歸 你做善行是有功德 那些都馬上回歸 一切都空 刷回歸到空掉 安住在這有一個不動的 睡下的都是圍繞著這個不動的虛幻 如果你的絕獸 雜念 所有這個世界 都是圍繞著有一個不動的 在旋轉 在亂動 夢幻泡影一樣的 有一個文思不動的正知界 就是個知界 其實那個不動的到最後 就是個 開始這個念頭 後來就是個界底 能有什麼不動 這個界底不動 正界不動 其他的都動 就是無常嘛 能有什麼東西都 有像的 無常的都是像 別的都是像 只要它不斷的變化 一定是像 就是佛說的足像 虛幻嘛 物幻化 包括你的概念 只要它在動 它可以一定是個假象 真的肯定不動 留下那個不動的 然後熟找到那個不動的 就是真空 因為當假的全部消失的時候 你認為的那個不動的也會塌 因為一開始你是相對於 建立一個動的 不動的 來毀滅這個動 就是毀滅無常 因為無常的東西 現在是干擾你嘛 因為一切都是無常的 現在你建立了一個 定海繩子不動 一個知界不動 剩下的無常的就不起作用 慢慢慢慢它就不起作用 當這些無常的東西 慢慢這些概念在你 了無話 已經念不生的時候 你一直這個界裡其他的也去掉了 這個時候呈現出來就是真空 就正德了 按住在那 按住在這個真空的境界上 一層一層圓滿 不斷地圓滿 不斷地圓滿 因為有時候 剛開始進入的時候 突然就很會閃失的 還有障礙嘛 有些東西 一層一層圓滿 圓滿這個空性 有時候裡面就有東西 你會 你透不透 有空了 你不透 亂的圓滿 然後就成刀了 也許現在我會覺得成刀沒什麼 真的當我們享受這個事件的時候 成刀也沒什麼 你知道嗎 成刀能扛過這個事件的極樂嗎 成刀我們喜歡的是極樂 不是回歸真空 我不知道真空的境界是什麼 我們是要快樂 所以阿彌陀佛進了個極樂世界 讓你去 因為你想的成道也是享受極樂 就是涅槃之經嘛 不知道 那種有向的快樂 極樂還是一種藉烈在煩惱的對比的成 藉烈起來的假象 極樂還是假象 涅槃之經的經濟 等一下告訴你們 就是自己的體驗 有些 其實你會突然體驗到 在這個世界上 你要所知足 滿足 並不是你擁有任何的東西 其實 當你接觸空性的時候 最大的滿足 一刹那來自於什麼呢 你無處不在 就是你跟所有的一切在一起 就一刹那你會覺得 就是 你在一切處啊 就是你跟所有的一切裂結了 跟所有的一切都在一起 你會覺得 必不是你在全身放光 那個你也不滿足 你全身變成太陽 你也不會滿足的 你就算你說 在概念裡說 你說我成佛了 你仍然感覺到有缺憾 你覺得不滿足 總有一些東西 不是 就是 你最後你會發現 你跟一切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就滿足 突然就滿足了 真的不是你說 像什麼 或者變成 就是這塊放個餅乾 你跟餅乾在一起 你跟它是合一的 所有的一切都跟你在一起 所有的一切都不在分離 你跟任何東西都沒有分離 跟外物啊 一個微塵都跟你在一起 就是人原來 所有的不滿足來自於分離 真的是那種 你不願意跟任何東西分開 就是那種 你跟所有的外物在一起的時候 所有的一切 你覺得你無處不在 就真的無處不在的經驗 你覺得滿足來臨了 那種知足啊 就覺得很滿足很滿足 不是說兩個東西合成一起 是你突然進入了無處不在的境界 就是那種無處不在 每一處都有你 每一處都有你 那時候你真的要整空 你要真的空掉 然後跟外物才能成為一起 然後你那個時候你不需要神通 你就是他還需要神通 你還需要他心通 天也通天也通 看看他是幹啥呢 你就是他 然後你才能滿足 你變成啥也不滿足 我告訴你 擁有三千大千世政你也不滿足 做了教主你也不滿足 只有跟所有的一切不再分離 不再分開了 就是跟一粒微臣也不再分開了 一個螞蟻也不再分開了 這個世界的任何東西 只要出現的 你都跟他們在一起 你跟一個威力分開 你都會遺憾 就說你跟這個世界的一個 飄著一個威城 你要是是分離的 你都會充滿遺憾 就是我們怎麼可能不滿足呢 除非你空掉 就是不是你們想像的那些境界 那些東西能讓你心裡邊圓滿 是滿足的什麼樣 當你滿足的時候 不是快樂 又滿足了 就沒有快樂 痛苦 沒有那些東西 沒有積樂 就這樣 這就是從人到走 所以積樂世界是人體驗 明白了嗎 阿彌陀佛在積樂世界不積樂 你知道嗎 過世音菩薩在積樂世界沒有積樂 達世之菩薩也不會積樂 只有你們去了會積樂 知道嗎 是因為你們覺得那是發光得水 只有你們覺得那個蓮花開得多漂亮 只有你們覺得那個光好美 只有你們從這個著相的著相的裡邊 產生極樂 產生快樂 我覺得哎呀一切都是善行善法 因為從重慶聖節善裡邊 產生心滿意足 產生美 產生愛 等等等等 你就說 因為充滿愛 充滿光明的時候 你就說極樂嘛 因為那兒 除了愛給光明 就是這些嘛 你就哎呀好快樂啊 因為每天沐浴在愛給光明裡邊 溫暖地成長著 都黑暗 沒有醜陋 沒有夠 沒有邪惡 沒有欺騙 你真看也看到的就是佛菩薩 不用懷疑這個是不是磨片的 那個是不是誰裝的 他到底成道沒有 不用考慮這些 所以你會很安心的修行解脫 那對你是極樂 知道嗎 所以我告訴你 如果真的你有一天 正如空性的時候 你在娑婆極樂是一樣的 在哪都極樂 在哪都一樣 沒有極樂 在哪都滿足 你父也滿足 穷也滿足 一個人也滿足 三個人也滿足 兩個也滿足 一家子也滿足 你怎麼也滿足 所以人說知足常樂嘛 就是那樣 那怎麼可能知足呢 你不是中有 我們有時候說 很多教派說 當我們回歸月頭 與月頭合一 你不是跟月頭合一 你是跟這個世界所有的一切合一 你不是那有一個太陽要的東西 在等著你跟你合一 你不是跟一切合一 你就滿足了 跟這個世界的一切 無處不在 空性的境界 真空的境界 有時候你們 就這樣 教授會說 如果是 米勒日巴打仗 打不贏的話 為什麼他會不贏 其實就是這樣的 就是 當你擁有這種問題的時候 你會 這是一樣的 比如說 你會說 老師你為什麼會 病呢 你為什麼不實現一個 頭上放著光圈的 圓滿的佛像呢 這是一樣的道路 你會想像到你的內心 多麼的著佛像啊 就是多麼的著想像裡邊的 美滿的境界呢 你在眾生這兒 假如我是個眾生 你是永遠生不起公敬心 和虔誠心 你是永遠生不起你著象 如果我頭上放光 我說啊 我真的很像佛 如果你們很恭敬 很鼎鼎 我覺得太正常 但是你察覺不到你內心 你是多麼的 多麼的羨慕那些東西 多麼的在化動 你的心永遠是高高的 往上走 你要變成那個 紅色泛光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 如果我是個很平常的人 我是舉個例子啊 如果我是個很平常的 我是個 或者是什麼樣的 一個人坐在這兒 你的心會晃動的 這個老師行嗎 行不行不行 不行行 看樣子不行了 看樣子行 你會幾百次的晃在這兒 然後這個老師 他到底真的了嗎 他的見諜對不對 他就晃 值得不值得我追 跟著他學 他能不能教我 帶我走向解脫 你會不停的晃 該不該恭敬 恭敬不恭敬 丟了菩提心 又拿回來了 解了 你會在這兒 發動很多次 知道嗎 最後不動 最後不動 不是因為我 我是什麼不動了 是你要不動 不管我是什麼 你都要不動 我是紅色泛光 或者我是一個 現在吃鮮了一個貓狗 或者什麼 你都要不動 你要晃動 你永遠 就算我同身放光 你也沒用 我告訴你 你要停下你來晃動的心 佛不是紅色泛光 也不是畜生 也不是人道 佛不是任何東西 他實現什麼相 無所謂 最重要的是 你不再晃動 這就是佛為什麼不用神通 多重手 或者是不實現 你需要什麼相 他就實現什麼一相 你著相的時候 你還晃動的時候 所以金剛經一開始佛是些很普通的在家 很普通的出家下 脫薄 他為什麼不頭上放光 那個法華經可是頭上放光的 你著相的時候 你在相裡邊動 你是看不到佛的 看不到真空經見 如果他實現了一個全身放光的相 你一定會找佛像 告訴你 而且你察覺不到你是不平等的 所以佛 金剛經裡面一開始佛 實現了脫薄 他不是腳不斬地的 他腳上都沾了你 你知道四國阿羅哈都可以腳不斬地的走 他是飄著 離第二寸高 他飄著走的 四國阿羅哈都可以實現這種神通 佛腳上沾了你 因為他洗了腳 他走路是腳踏實地的 摘了牛糞給泥巴 所以他回去洗了腳上座了 沒有神通 什麼也沒有 金剛經沒實現任何東西 然後佛告訴你 不要以三十二相借入來 不要以神通巨主借入來 不要以三十二相借入來 三十二相是什麼 功德之相 不要找功德的相 不要找神通的相 我就這麼普通 我腳上沾上牛糞 沾上泥巴 我坐在這 我就是佛 就這樣告訴你 如果你的眼睛著相 你永遠見不了入來 就是這樣 那我跟你有什麼區別 我就是個人嗎 你出去畫也沾牛糞 我也沾牛糞 你如果著相 你是看不到佛的 當然他這樣教育 是建立在他的弟子 對佛那種無懈的恭敬和崇敬上 因為他的弟子在正法時代 那佛也是曾經 那他的阿羅哈弟子們 本身他們的成就已經很高了 那麼他們 在他們的行物中 佛一定比他們的成就高 他在內心深處於 所以佛會說 不要以三十二相 功德相借我 借如來 你借口借 那他可能會看到 徐佛提這些阿羅哈弟子 他不能呈現佛像嗎 他會認為自己是功德不夠 因為他們是要行菩薩道借功德 他告訴你功德也是假的 你沒有把功德回歸到真空的話 你那個功德 你就著功德相了 你也成不了道 你也借不了佛 成不了佛 而且你已經偏離了菩薩道 一著下就不再 就已經不是真菩薩 不是菩薩 那你走的是什麼道 不是菩薩 你就不再行菩薩道 你是凡夫在做善行 所以你成不了佛國 只是生天道做善報嘛 你只有是菩薩 你在菩薩道上 你才能回歸到佛國上 就這樣 所以金剛經一開始一開篇就講 洗足啊 佛洗腳啊 畫園吃了飯 洗腳上座 他為什麼寫這些細節呢 他就告訴你沒神通嘛 啥也沒有 很普通的一個人 出去畫園了 而且是自己畫的 還得穿衣服 著衣磁脖 入舍衛大車不走去的 沒偷哭飛過去 他這些伏筆下來 他才能告訴他 不要以三十二相介入了 你不要以 不要找我功德的相 真空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空性是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要不要走 你要走 行菩薩道一步一步的 行世界一切散法 不著想 行世界一切散法不著想 成就無上正等正絕 不能說斷面相 不能說 一切都是空的 我不戒了 那戒功德也空 三十二相也空 如來也空 所有的一切都空 那我不做了 我不修了 那不是戒空又不行 那叫斷面 佛地只不說斷面戒 這就是經教經理 不著想行一切散法 可就無上正等正絕 什麼叫無上正等正絕 諸法平等 即阿努多羅三秒三菩提 這就是經教經理 原化 在你安住在真空的境界的時候 一切都是幻想 真空裡邊沒有耶耳畢舌生意 所以也不可能有三十二相 八十相 沒有功德 沒有菩薩 沒有佛 沒有眾生 一切像諸元俱者 愛因果安住在他自己的位置上 愛因果來呈現 就是釋法做法 所有的一切在自己的位置上 愛因果呈現 足元俱足了 呈現這個元族了 熟了呈現這個果 那個元族了成了那個果 但一切本性空 壞話而已 但是你安住在真空是不動的 而且你本來就是那樣 著想了就出去了 安住在那不要動 時間久了就真空了 當你安住在真空很久以後 這個世界一切都是蒙白泡影 而且一切都是妙影 當你真的安住在真空的時候 所有的氣脈 所有的很快就會打開 五眼六神兔隨之而來 就是需要時間 我那天看微信上 他們在我們的人力在 在研究什麼有動機啊 就永遠動的動的東西 好像解決這些能源問題 其實你會發現我們的意識是不停的 為什麼 它能量來自於哪裡 真空 所以當你真空的時候 你的意識不會停 不是你的意識停止 意識是永遠在動的 永遠在動 它是永動的 因為它能源來自於真空 所以你會 當你進真空的時候 你會隨便是現在 因為你的意識裡有很多信心 你會隨便死 你才 因為你那個意識 你才會隨便是現在各個道 沒有一個真空的境界在哪 你看到的永遠是想 一切神通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意識在做 但那個意識已經不是介立著 以耳鼻舌生意的意識了 就是你的心 那個就是全然的 也可以說叫全然的意識 但是我們人力把這個意識 是一個局限性的意識 但那個就是全然的 很多維度的 全部的一個意識 叫它什麼也好 叫它心也可以 它會永遠動下去 它是不死的 不是沒有的 是有的 我們的心不會死的 不是說你真了真空 那個東西是有的 是不是叫 我不知道為史裡邊 叫如來仗仗使 或者是叫什麼 就是有點東西空不了 不著想的時候就真空 真空的時候 你動一個意念就是神通 你知道嗎 每個起心動念都是在用 就是神通了嗎 因為你啟用的是空性的力 完全然的空性的力 你想做啥 心想事成 就啟用的全然的啟用 你現在就不是啟用的空性的力量 好想的 那麼你講過 喔 善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